太嚣张了 就因为居民在业主群里对封门提了点建议 将小区封出口改为派工作人员查验双马 谁知道流阳市荷花街道的工作人员就带人上门去打人 据节目新闻29号视频显示 一名男子带着两三个穿着制服的工作人员进入了业主的家中 随后一身穿黑色西装 脖子上挂着公牌的男子与男业主坐在沙发上交涉 言语过后西装男子对男业主进行了强行的拖拽殴打 男业主被打的头痛男人抱头卧倒 最令人心疼的是家里的两个孩子 眼睁睁的看着自己的父亲被打 冲上来抱住爸爸被吓得大哭 更令人气愤的是孩子的母亲称 得知家里安装了监控后 他们还要求删除饰品 原来这些人也知道这是恶行 还有王法吗 或者说这人就是当地的土霸王吧 执法犯法骇人听闻 目前的官方通报称 网传刘阳市荷华街道工作人员 在上户沟通工作的过程中 与当事人发生了言语冲突 并打人的视频 刘阳市纪委监委已经介入调查处理 涉事人员现已停止 相关调查处理情况将及时向社会公布 再论装监控的重要性 没了监控是不是打了也白打 兴致太恶劣了 用最小的权力最大限度的为难人 现在不仅是为难人还打人 确实基层的工作人员与群众之间 难免存在各种矛盾 但是如果有问题 就用暴力的方式殴打他人 无疑是加剧了社会矛盾 相信这里的停止只是第一步 在对事件调查清楚后 一定会依法予以严惩 家是我们每个人的最后的温暖港湾 在没有法律依据和手续时 任何人都不能擅自闯入 更何况在家中行凶打人 性质十分恶劣 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打人者违法行为 不能因其被停止 就逃脱法律的制裁 期待刘阳市对打人者 依法依规处罚 及时向社会公布 我可以不公 非常细求是公 但是 我可以不公 没有问题吧 我不公求是吗 OK吗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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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可以不公 你要不公了是吗 不可以啊 公的小伙子 也就是你公的 马里亚仇 可以看一眼 你还要等不过 那你马里亚仇 你干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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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为什么要来 大哥 爸爸 我看看 Internet 代理 妈妈 我们 那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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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 那个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